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王认不出来 所有的神仙都认不出来 甚至连观音也认不出来 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地听听出来了 却不敢说破 最后还是如来接了谜底 可是这个谜底却不是最真实的答案 在往期文章中 波牛就给大家分析过 六尔弥猴这个名词就具有很深的含义 一个人是两只耳朵 两个人是四只 六尔代表第三个人 如来为何要说假孙悟空是六尔弥猴呢 请大家再往期中看 这里一两句话说不清 同样 六小灵童与替身眼的孙悟空 好多人也叨不出来 很多人以为是特效 其实不是的 特效无论如何做不到两个人如此完美的对打 此外 六小灵童也不是全才全能 虽然像成龙一样很有敬业精神 但有些拍摄镜头 他还是做不了 作为导演 杨洁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情况 所以 找替身那是肯定的 一 孙悟空出示腾空残片头是杂技演员做的 还记得每次一开始 配着许静青老师的音乐 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跳上高空的镜头吗 很多年窝牛都以为是六小灵童完成的 其实不是 是杨洁导演少的杂技演员在蹦床上完成的 六小灵童虽然功底扎实 但未必能完好蹦床 二 孙悟空乘竹筏出海学艺 是替身完成的六小灵童像孙悟空一样 很怕水 在拍着场戏时 无法完成 因此杨洁找来了一个替身替他完成 从图片上可以看出 这人身材明显比六小灵童高大一些 三 孙悟空当毕马温骑马的戏 是西陵浩特大草原上骑兵团的战士 六小灵童不擅长骑马 也不会像今天一样 让演员骑在一个木凳上 像儿童玩过家家一样 全靠后期制作 所以 只有请骑兵团战士帮助拍摄 四 打死九尾湖里的孙悟空 是由副导演任凤坡完成的在平顶山 孙悟空变成九尾湖里 然后打死了真身 这个孙悟空就是副导演任凤坡扮演的 这个替身还给了正面特写 虽然王熙忠老师的化妆技术厉害 但还是一眼看出有些不一样 下巴似乎太减了 五 真假美猴王里的假猴王 是替身钉线完成的真假美猴王 是续集里的故事 在以前看的时候 就觉得两个猴子好像 一直以为是做的特效 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 眼假悟空的叫定解 他是最像六小灵虫的演员 丁剑是著名京剧演员 善猴戏 除了在在西游记续集真假美猴王中扮演六尔弥猴 跟六小灵虫演对手戏 在续集中还是演了火得行军一角 另外 在之后的电视剧《宝莲灯》《宝莲灯前传》 《魔幻手机》等众多影视中 演了很多孙悟空 丁剑本尊还是长得比较帅 至少比六小灵虫帅 下面都是丁剑在西游记续集中的伴向 大家能认出哪个是六小灵虫 哪个是丁剑吗 左边是丁剑 右边是六小灵虫 其实 无论哪部戏 都离不开找替身 他们是幕后英雄 替身演的像不像 与化妆师 导演的努力分不开 八十六版西游记 今天能成为经典 除了主演外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向他们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